眼前奔跑的孩子叫乔依 有一个世界上最爱他的姐姐 他为弟弟妹妹们孜孜不倦地工作 即便如此 他们的生活却很糟糕 四姐弟在家避雨 他们在房间里生活 他们一天没吃东西了 都很饿 四个兄弟姐妹挤在这个小房间里 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雨停 雨终于停了 但是呢 似乎还有另一个问题 因为房间里潮湿 地板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昆虫 这所房子不仅是孩子们的家 也是昆虫的栖息地 蚂蚁成群结队地爬上他们的床 孩子们试图抓住他们 最小的妹妹被咬得到处都是伤疤 但他们不能离开房子 房子都是他们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 虽然他们经常饿 但很照顾最小的妹妹 雨后 在姐姐的带领下 全家人出去找工作 来到一块田地时 他看到一个女人在工作 他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只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工作量大 所以答应他们 让他们做这个工作 让两个妹妹坐在旁边 乔海和弟弟乔卡两人除草 炎热的太阳 姐弟两人汗流加倍 因为太累了 姐姐哮喘毛病复发 只好坐在树荫下休息 呼吸变得急促 弟弟只能一人干 干了一个小时 这时雇主来检验工作 看到完成任务 给了他们今天的工钱 四兄弟姐妹带着工钱 高高兴兴地走回家 父母还在的时候 姐姐还可以去医院买药制哮喘 但现在因为家里变苦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只能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 哮喘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危及生命 但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躺在床上 由于姐姐病了 所以做饭这个工作 今天由乔卡带楼 他们今天用工作赚的钱 买了些玉米粉 煮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 香气弥漫在空气中 这是他们姐弟四人 两天来的第一顿饭 配菜是木薯叶 父母还在的时候 他们偶尔还会有鱼吃 但近几年他们很少能吃到 他们十分珍惜 姐姐用劳动换来的食物 虽然分量很少 但姐弟四个没有争抢 慢慢地吃着 乔海停止了进食 他将剩下的食物 分出一部分 放在锅里 留着下顿可以接着吃 晚上姐弟几个准备睡觉 但是从凉溪底下处 钻出来很多蚂蚁 被蚂蚁叮咬的孩子们 十分地疲倦 但却难以入睡 孩子们不知何时 才能摆脱房子里的昆虫 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到这里我们故事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